婚姻越来越经不住,时间的考验以及外界的诱惑,刚结婚的小夫妻可能还能忠贞于彼此,不会做对不起对方的事情。 但两个人结婚年头久了,没有了激情和新鲜感,要是克制不住自己,就很容易婚外有情,尤其是到了中年,到了中年之后,男人也没有之前那样对自己的妻子好了。 往往会忽视对妻子的疼爱和关心,女人到了中年,是出轨率最高的年龄段,那么中年女人,最容易和哪些男人发生婚外情呢? 变心是本能,忠诚是选择,很开心你能来,不遗憾你走开。 大家好,欢迎收看《心灵奇旅》。 1.女人到了中年,最容易和这四种男人婚外有情。 1.总是给女人关心的男人,女人不管在什么年龄,内心都是小女人。 都希望男人在乎自己,关心自己,以及渴望得到男人的宠爱。 可中年婚姻,男人往往不会再关心自己的女人,或是没有时间关心自己的女人。 所以,大多数中年女人,缺人疼缺人爱,缺人关心缺人在乎,内心总是缺少温暖,总是感觉不到丈夫对自己的爱和在乎。 所以,中年女人很容易出轨那些总是关心自己的男人,他们会对总是关心自己的男人产生好感,日久生情,最终发生婚外情。 2.总是给女人花钱的男人,女人结了婚以后,会发现没有钱的日子实在太苦,会羡慕那些有钱的女人,会羡慕那些有个有钱丈夫的女人,内心里会对金钱充满无限向往,尤其到了中年之后,会变得越来越物质。 3.这时候如果自己的丈夫赚得很少,他们就会越来越嫌弃自己的丈夫,越来越看不上自己的丈夫,总盼望着有个有钱的男人出现在自己的身边。 所以要说,中年女人,最容易和哪种男人发生婚外情,就必然得说那些总是给他们花钱的男人,有些中年女人甚至会为了钱出卖自己。 3.总是陪女人聊天的男人,婚姻并没有想象的那么丰富多彩,婚姻生活大多时候,是乏味无聊的,尤其是对中年的家庭主妇来说,日子是漫长的,丈夫一心忙于事业,无心顾及自己。 4.中年女人的内心无疑是空虚的,他们渴望有人能陪自己说说话,渴望有异性能陪自己聊聊天,他们甚至会主动寻找异性陪自己聊天。 5.这种男人很容易和中年女人婚外有情,总是陪女人聊天的男人。 6.他们有的每天都要聊天,一来二去就会日久生情。 4.能在事业上帮助女人的男人,并不是每个人都会恪守住自己的原则的,也并不是每个女人都能守得住自己的真结,有的女人会为了家庭牺牲一切,当然也有的女人会为了事业牺牲一切。 5.尤其是中年女人,比较成熟,会做出常人做不出来的事情,她们可能会因为想得到想要的职位,会为了得到事业上的高峰而出卖自己。 6.所以能在事业上帮助女人的男人,中年女人很容易和她们在一起,而且中年女人很有可能和自己的上司或是客户发生婚爱情。 6.婚姻是两个人共同的港湾,无论男人还是女人,都应该把婚姻维系好,而不是为了一己之力毁掉两个人的幸福。 7.人到中年 女人出轨是因为什么? 在婚爱恋这件事上,女人和男人有很大的不同。 7.一个女人如果结婚数十载后选择背叛了婚姻,一定是因为爱情,因为她爱上了一个男人,走了心,所以才背叛了婚姻。 8.这一点也是旁人所说的,男人出轨是走肾,而女人出轨是走心。 8.如果一段婚姻能让她感觉到幸福,一个男人对她足够好,她在这段婚姻里获得了极大的满足感和幸福,那么这个女人不会出轨。 那么人到中年,选择出轨的女人是因为什么? 9.下面我们不妨来看一个40岁女人的故事。 40岁的陈冉终归还是要离婚了,当她丈夫得知事情真相的时候,怒不可遏,更是给了陈冉一巴掌说你怎么可以背叛我? 9.不要脸的女人 9.果然,当男人知道自己女人出轨的时候是不能忍受的。 9.在婚外恋这件事上,如果背叛婚姻的是男人,女人考虑到孩子可能会选择原谅,但若是背叛婚姻的是女人,或许只有一条路,那就是离婚。 10.在当初选择背叛婚姻的时候,她就想到了这种下场,但是她好像也没什么好后悔的,因为她觉得自己的婚姻里早没了爱情。 10.离婚后,陈冉感觉到了一种解脱,好像终于从那种压抑的婚姻中释放了出来。 10.因为错在陈冉,离婚的时候她净身出户,人到中年,落得一个如此凄惨的下场,陈冉也是为这段不应该的爱情付出了惨痛的代价。 10.不过陈冉还是走错了,在她离婚后,那个口口声声说爱她的男人胆怯了,那个男人选择回归家庭,跟陈冉断了联系。 10.陈冉默然,也罢,就当自己从一段不好的婚姻里解脱了吧。 10.不过陈冉还是有点后悔了,她心中有愧觉得自己做了不应该做的事,以后也只有她一个人清冷地过着日子了。 10.陈冉在22岁的时候就嫁给了她的丈夫,结婚第一年,她就怀孕了。 10.还没有过够二人世界,就已经进入了有孩子后的鸡飞狗跳的生活。 10.在结婚之前,丈夫对陈冉是宠爱有加的,说话也是很温柔,可是结婚后,丈夫就好像变了一个人。 10.陈冉和丈夫是周末夫妻,一个星期才能见到一次,也都有各自的工作。 10.怀孕之后,陈冉不报期待丈夫会陪同她去医院,因为丈夫太忙,再加上离得太远,也不太实际。 10.所以那个家里,大部分时间都是陈冉和公婆在一起住。 10.陈冉直言 10.她和公婆在一起住并不习惯,也是因为这个原因,她一直没放弃自己的工作。 10.陈冉的婚姻生活比较平淡,丈夫不记得她的生日,丈夫也不会哄她。 10.如果是跟公婆闹矛盾了,丈夫也是第一个站出来指责她。 10.很多时候,陈冉觉得那个家是她的,但又好像不是她的,对于她而言,她就像一个保姆,在替丈夫管着一个家,照顾着公婆。 10.结婚的第七个年头,丈夫终于可以回来工作了,再也不用跑那么远,但是她跟丈夫之间的距离好像又远了不少。 10.无话婚姻,两个人之间没什么好说的,婚姻是一个不闻,一个不问,他们俩之间距离比以前近了但心里,却好像隔着万水千山。 10.无话婚姻后,紧随其后的是无姓婚姻,两个人之间的感情越来越淡。 10.陈冉觉得自己的婚姻中没了爱情,没了爱情的婚姻就像是一潭死水,陈冉不记得自己有多久没有抱过丈夫了,好像她再没有对自己温柔过,好像婚姻里自己再也没有被爱充满过。 10.和她发生婚外情的那个男人是陈冉的老同学,十多年没见,同学会上再次相聚,却很能聊得来。 10.陈冉从她身上得到了些许温暖,她感受到了爱情,那个男人会对她很温柔,也会记得她的生日。 10.陈冉算是被感动了,又有了重新恋爱的感觉。 10.陈冉,到后来陈冉的儿子上了高中,一个星期才回一趟假,而她丈夫又忙着应酬,陈冉也就跟老同学多了机会见面。 10.陈冉,在婚姻里有什么不痛快都会跟老同学讲,跟老同学聊过之后,她就开心了许多。 10.好像有一种说不清到不明的情愫,两个人也就在一起了。 10.老同学也会将自己婚姻里的烦心事讲给她听,他们就像是忘年恋一样抱团取暖,聊多了就很容易出问题,尤其是当双方还是一种暧昧,说不清的关系的时候。 10.陈冉在38岁的时候跟这个老同学在一起了,刚开始没想那么多,想的只是给自己一个安慰,想的是寻找爱情,想的是或许丈夫不会发现吧。 10.但婚外恋一旦开始,就是一场骗局,就算你撒着完美的谎言,终归还是会被戳穿。 11.瞒了丈夫将近两年的婚外恋,中间也断过,但还是分不掉,没法子,又旧情复燃。 11.可是这件事被丈夫发现后,公婆开始诉说她的不是,沉染名声尽毁,婚姻也没办法再继续下去了。 11.女人在婚姻里出了鬼,一旦被发现,只有一个结局,就是离婚,还很有可能是净身出户。 11.陈冉比较好的是,她还有自己的工作,就算离了婚,好像日子也不会过得太差,反倒她还让自己从破败的婚姻中走了出来,也算是因祸得福。 11.其实人到中年,女人会出轨是因为婚姻里感觉不到幸福,因为婚姻让自己感觉到压抑,因为婚姻里没了爱情。 11.中年是一个很危险的时候,很多夫妻熬过了很多风雨,却偏偏熬不过中年。 11.其实,对中年的女人来说,爱情并没有那么重要,还是应该把更多注意力放在自己身上,而不是只想着自己的爱情。 11.不管怎样,女人还是不应该出轨,一旦出轨,行事对自己就会很不利,你要想清楚你自己要的是什么。 11.而男人想要维护好自己的婚姻,还是要多宠爱自己的老婆,而不是娶回家就忘了爱。 11.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,感谢大家的观看,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,记得点击订阅,我们下期再见。 11.本期的视频